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 刚开始他对我很关心 我很幸运可以嫁给我喜欢的人 可自从怀孕后 他对我的陪伴越来越少 关心也越来越少 我每天一个人在家 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复 而且他现在关注其他异性比关注我多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如果他一直这个样子 我真不知道我和还没出生的宝宝 未来会怎样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25岁 来自山西公司职员 马女士26岁 来自天津无业 有请马女士 有请 欢迎老妹 马上就要当爸爸和妈妈了 是吧 现在是四个月 对 欢迎四个月 站得住吗 需不需要坐一个凳子 暂时还可以 我需要的时候再跟您说 现在是你心里不太踏实 是吧 对 觉得这小子有点异动 对 我觉得我怀孕之后 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怎么了 因为我们两个以前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怀了之后我就辞职回家 他是在北京 我们就异地了 以前给他发消息都是秒回 我现在给他发消息 他都回得很晚 有年轻人的话说过去叫秒回 现在叫轮回 是吧 为啥呀 现在工作比较忙 我们原来在一个单位上班的时候 每天他也没有这么粘着我 但是 现在我们相隔异地了嘛 每天白天本来都见不到面 然后白天他要回消息慢点 我也能理解 但是晚上只有那短短的时间 能跟他视频 他还是回复得那么慢 我就非常担心 他上次休息回来的时候 车上有香水味 然后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一开始还说是送点男同事 因为那个单位我也了解嘛 就是也有一两个爱称美的男生 但是后来我翻他手机 根本就不是送男生 那个女生还在微信说 谢谢他什么的 两人还聊天 因为那次下雨了 然后我开车 刚好路过公司的门口 那个同事刚好在门口站着 不带人家 可能显得有点不太好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如果我跟你说了 你肯定会生气啊 那你知道我生气 你还要带 以前你答应我的 你都忘了是吧 他以前答应过您什么呀 不跟异性说话 就是少交往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的 能不联系就不联系 结果他背着我 还是加了好友 然后两个人还一起聊天 一起玩游戏呀还 然后那个女生 还在微信说喜欢他 我这儿结了一个图 可以给放一下 家里安排相亲不想去 如果家里安排 那女生都说 喜欢他这样的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回什么消息 我就想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也可以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单身 不是 您这是一个结果婚的人 是吧 对 就是一个女生跟你说 我喜欢你这样的 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他就是随口开个玩笑 互捧一下 互捧 那你也应该互捧到一下 你也应该捧说 我也喜欢你呀 因为比较避嫌 我就不太险在微信上发这些 我也怕有误会 后面他有没有说 我会帮你介绍一个像我这样 我刚刚后面那个女生没回 但是他俩一起去打游戏去了 这有点解释不清了啊 对 就是说除了下雨天去送 我们假设他是一个特例的话 那么为什么在微信上面 还有那么亲迷的一个聊天 是吧 对对 我就想知道这个孕后 除了您发现他 跟送一个女生回家 或者坐他的车 然后他们在微信里聊天 您还发现什么了吗 就是他对我的态度 没有以前好了嘛 因为我们19年领的账 然后现在是 九二盆刚刚不办的婚礼 整个婚礼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想 他都比较少关心 我觉得就是他太小心眼了 我连普通女同事的微信 都不可以加 因为我原来是做销售 加了特别多的客户 里边有一部分女客户 等我辞职以后 她拿着我手机 从下午连点 一直上到11点 我来到这个新单位之后 也是工作当中 有需要对接的工作 然后我加载人家的微信 可是你也不让我加 也非要让我把人家删掉 那辞职以后没用了 就是没有必要留着的嘛 而且他留其他女生微信 看别人的朋友圈 给人点赞评论 然后有一天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你去点一下蛋吧 人家就不点 人家说觉得麻烦 没有必要 因为你的朋友圈发的 我感觉就很一般 就赢不起我内心 有什么波动 然后我就不想点 但是我发的是 我们两个共同的 或者我 也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的心情呀 你就点个赞 就这么费劲嘛 而且结婚 差不多一年了吧 他朋友圈都没有 晒过我的合影 也没有晒过我 结婚战也没有晒过 因为没有必要呀 之前的同事 差不多都删完了 新工作的同事呢 咱们俩都互相认识 然后你的朋友圈发了 他们也都知道了 我平时我也不喜欢 发朋友圈 一年可能也发不了 几条动态 但我觉得 这就是你的态度问题呀 以前你不愿意发 那我告诉你了 你还是不愿意去做 我以前也跟你说过 这就是我的原则问题 我不想分享我的隐私 那你的原则 你就可以坚持 那你以前答应我的原则 那你就不坚持了 是吗 我们逛街 然后他看到别的女人 他都会评论一般 这个女生有气质 那个女生打扮的怎么样 然后有一次 他看到其他的女生 说你看人家打扮的 然后回头看了看我 你看你跟个丑小鸭似的 我嫁给他 我成了丑小鸭 然后别人都是 成白天鹅了 我都 我也就是开个玩笑 因为那天我们吃完饭 也没打算去逛街 穿的也比较随便 我们俩穿的都随便 然后刚好路过一个服装店 进去看看的时候 有几个女生过来了 我说人家打扮的 还挺精细的 我的意思就是 咱们穿的随便一点 也没有那个意思 而且我感觉 你比较小心眼一点 我就想经常提一下 这些话题 让你心思没那么重 你老是一直在猜地 你是不是越提越重啊 对呀 他一直知道我在意什么 他一直去触碰我的底下 而且我也是开玩笑 有时候我说 走我带你上街上 看帅哥去 我也这么说呀 也就是开个玩笑 那为什么 你都不能开点好的玩笑 给我的感觉 你不是特别放心他 觉得这个 他周围的女人都喜欢他 因为刚开始 刚认识的时候 是我追的他 追了有半年 然后他才终于 跟我在一起的 然后这么多事下来 我说的事情 他都不太在意 明白 就是感受不是那么好 对吧 对 而且现在怀孕了 就更比较担心了嘛 然后刚开始谈恋爱 到结婚之初 都说没有打算要孩子 后来是他改变了主意 他说应该要一个 然后后来就正好有了 然后他就劝我留下吧 听懂了 对 本来我就是很担心 有认识文 有班 然后我为了他 我可以去接受这些 然后他也是让我 非常不放心 那担心都是多余的 因为从善学的时候 我们认识 他一直到现在毕业 到现在怀孕在家 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 从善学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 学的专业不太好 很多同学都去读研了 然后我请你考一个 教师资格证 前来去担老师 他当时也说行 然后买了书以后 回来也没有看过 到毕业也没有考下来 然后毕业以后 每天下完班之后 都在看电视剧 怀孕在家 现在每天也是在看电视剧 有时间呢 也不说提示一下自己 你老说我不跟你聊天 那我跟你聊一些 工作当中的事吧 你在家也不感兴趣 我跟你聊一些 我学习的知识 你也不感兴趣 每天还是在看电视剧 我也没有那么多 话题可以聊 听这话里话外 你现在有点嫌弃 这姑娘是吗 我没有嫌弃 我是觉得 从善学 然后到工作 因为身份 一直在不停地转换 但是她都 一直都没有变 我想问问 男生现在觉得压力大吗 有一些压力 心情不好 我也不想跟她抱怨 然后就不想 跟她那么多的发消息 把这种负能量传递给她 所以就很少发 那你这种负能量的出口 怎么出呢 那我就去锻炼 我把它问得直接一些 你觉得说在妻子孕期 这一段 到底是你自己表现的不好 确实是跟一些异性交往过密 还是说因为妻子在这个孕期 你会觉得她的情绪 不是特别稳定 有波动 是哪一种 你个人觉得 我觉得在孕期 她的情绪不太稳定 你现在回家的贫次 是什么贫次 我现在半个月回去一次 然后回去两天 为什么不每周都回呢 因为可能有工作的事 心经两地这么近吧 这个不是个问题吧 因为可能有工作的事 要忙一点 所以就回去的少 半个月回家一次 对 那平常的沟通和联系 靠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发视频 视频聊天 行为也没有太多重要的事 就是可能每天就说个早安晚安 然后就一些情绪的表达吧 基本上等于现在这么听下来 情感的纽带会变得比较松 可能女朋友会觉得太少了 是吧 对 你孕期期间 她回家的那两天怎么样 就 她就翻我手机 回来就翻翻我手机 还行呀 就是也会稍微地做一些家务 但就是开手机什么的 就能发现问题 就还是不放心嘛 她对你照顾呢 回来这两天 因为回家之后 就是主要都是我妈在做饭 因为我妈做得也比较顺口 她就是吃完扫一下地而已 今天来希望她把她能承诺的事情都做到 除了她承诺过的这些小事 比如说我不跟女同事建立这个微信之间的关系 这都叫小约定嘛 有没有什么大约定啊 我们说的是要回天津发展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她回来的动作呢 就一直说要回来 因为我打算的是等到一月份的时候 十二月辞职 就是领外年终节 然后一月份的时候 回来天津找个工作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块 这些小问题就都没有了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她在找呀 我也看不到她的行动 因为我没有跟你说 但是我提前也都有找 就为什么不说呢 就是我感觉这些小事 也不用跟她说 这些事小吗 这关系到这个家庭啊 那家里也有什么大事啊 照你这么说 这个你们俩可以不用说话了 因为都是小事 情绪不能说 因为是负能量 你压力大 对吧 工作不用说 因为是小事 你在筹备 那还能说啥呀 就是平时在一块 说学习 她现在跟不上你的思想了 对吧 那能说啥 平常不在一块啊 你相当于现在 一个月回家四天 就这四天也没话说 那还 这四天回家以后 也有很多话说 就然后也是一块 看看电视之类的 打发一下 在回家的这段时间 其实沟通也挺好的 她主要的就是 她不是感觉 我跟她的沟通太少了 她是感觉 就是不放心 我在外边 我跟同事聊天 她可能遇到过 然后就是我跟人家 笑了一下 或者人家跟我笑了一下 她都特别生气 都不行 但是在单位的时候 她都对我避嫌啊 她干嘛要去找 其他女同事聊天呢 就是俩人汉子 聊的还能笑呵呵的 你是指在微信上聊的 笑呵呵的 以前在单位 还是在单位里面对面的 聊的笑呵呵的 在微信也聊 也跟人家点赞 然后面对面我也碰见过 你那么不放心 怎么还会嫁给她呢 因为她承诺过我呀 然后她现在 让我发现把柄了 因为我们在一块 上班的时候 就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现在 她在家 我在外边上班 她就不太放心 我感觉以后 我们还会在 不同的单位工作 如果她不能 把心思放得更宽一点 她还会一直怀疑 所以你认为 她是小心眼 对 我认为她小心眼 而且定的这些 小规矩 都不符合产理 我问女生一个 最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她变了 是吧 那你觉得她还爱你 或者叫她还喜欢你 还愿意跟你一起 走下去吗 反正她一直说 她的生活规划里有我 就是大的方向有我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还是细节多一点 就是她可能这些 你看不上的臭毛病 都改不了 她曾经做的承诺 都兑现不了 对这个婚姻 你有什么考虑吗 我觉得可能 会比较丧失心思 就是还是要 反正 每次她做不到的时候 都会提出一些 比较奇葩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就加我微信 然后聊 怎么着 我就还是不放心 这感觉都要做母亲的人了 有很多问题 想的也没有那么通透 也不是那么明白 再加上运气的一些 特殊的身体原因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冲突